我们去的第二天我们就马上去了那个比斯特折扣村 因为我们就在小红书看到就是说 那个折扣村那个货特别全 然后Celine啊迪奥啊都有 然后还有什么Valentino啊什么的一些比较大牌的都有 然后货量的话也比较多 所以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呢 就是都是我们在打折村买的 实际上我打折村呢还买一些别的东西 但是这是我给我那个爸爸和妈妈买的 所以我就没有在这边讲 但是如果你是想给你爸爸买一些那种 那个保罗衫 保罗衫啊这样的话 很值得去买 那那个真的还挺搁算的 你可以下载一个阿丽佩的一个什么可以打 阿丽佩就是那个折扣村的那个九折优惠码 对你可以下载那个九折优惠码 但如果店里有额外的 比如说店里额外那天已经再有在额外的折扣活动了 那个就不能重复使用 但是在巴布人那个能用的 然后你就可以买一些Polo的T 那个就真的挺划算的这样子 而且就是比较经典 但是我后来知道了 为什么那个打折村会有那个经典的PoloT 因为现在不是巴布人换的设计师以后 现在T都是有那个B那个新的logo 所以那个旧的logo 它为什么会在打折村有的卖 对 然后我们说一下打折村 我主要是买的 我自己主要买的是Slim的东西 但是我这次好像忘记带了另外一件 所以我这次带了一件衬衫 是那个Michael Jackson风格的这种衬衫 我就是很意外很惊讶 说西西居然会喜欢这样子风格的衬衫 衬衫就是淡蓝色或者是花朵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突然间想要尝试这种 非常跟我风格不符合的衬衫 这个版型的话好像也没有到很特别 主要是它的印花 对 我当时就觉得这个黑白的印花好酷 这样子 价格好像是在专柜7折左右吧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不便宜 是不便宜 因为我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 也是我在Slim买的 所以它的也没比我好得很爱吐槽 我这个还黄的 我这个还是这样这么花 这个黄的之前好像也是某一季的爆款来着的 因为它这边是可以打开的 它有这个的设计 好像我觉得还不错了 可以当外照衫穿 因为我这件真的是很大 没有我的号了 我这件可能有40吧 因为我自己平常穿3638 这件有40 但是我觉得这个面料有点小小的问题 我摸着觉得这个是丝绸 穿的应该会 你穿了会闷吗 你那个 我觉得这个穿了以后没有那么清楚 因为我现在发现它这样子的 这个外面摸出来是这种感觉 但里面是那种有点黏肤的 比较糙 就是正反两面 它那个摸出来的触感是不一样的 你摸我的 我都好像跟你里面是一样的 嗯 对吧 但是它没有我那么明显 但是我的话很明显的 外面滑里面那个 对 我外面不是滑的 因为我们两件都是140的嘛 好像一般都是把它当 罩衫穿 我也有把它扣起来 扣起来的话就是一定要塞在那个衣服里面了吗 衣服里面 我是觉得我柜子里没有这种黄色的衬衫 所以我就很想就是买一件这样子的 然后它又有一些设计的 主要是什么 那个Seline换了设计师啊 我就不是很喜欢那个设计师设计的衣服 我老觉得它设计那个衣服有点像YSL 然后我看到这个衬衫的时候我就有点小小的激动啊 然后就很果断来说好了我要买这一件 你知道吗 话说出去了也不能反悔对吧 然后我就买了这一件 那我这个我看了一下是89%的桑蚕丝 11%的迪伦 上面有点肉串了这个 然后我就觉得应该还好 因为感觉那么薄对不对 真的很薄 然后穿出去超级热 最后在目击真的是买了 我们一人买了一件T恤 对 然后这个真的是 所以我在想说这个真的 但我那个好像是100%桑蚕丝的 我觉得可能就是你外面的这一层亮亮的跟我那个不一样 里面那个是跟我一样的 对 反正大家可以到时候可以看一下 我Celine也买了两件嘛 还有一件是 那个我真的觉得挺好看的 另外一件 大衣 我觉得这个大衣可能是赢在它的那个料子 它这个料子 而且这个性价比比较高 这个大衣 对 这个是折上折 属于 是这个里面 它这个里面的这一层是桑蚕丝的 其实穿得很舒服 然后外面这个是 上面是某种纤维 对 它有一点小黄黄的这种花什么的 你们看得清吗 给大家套一下 这件我穿特别长 但是应该是它家的最小号了 嗯 还是还有个腰带的呢 它这件 嗯 但我觉得这件穿得挺好看的 嗯 腰带是这样的 我一般就是不系腰带 你要硬系也是可以的 挺长的 嗯 然后腰带的话就是系在 这个上面 嗯 系上去 特别像袍子 但是我觉得 是那种比较大的袍子 我觉得这个花纹挺好看的 对 然后我当时就 挺好看的 嗯 就买了 然后这前面还有两个 这样子的口袋 然后下面也有口袋 嗯 你可以出秋穿 因为它实际上没有你想的那么厚 对 它是挺薄的 嗯 而且很舒服 然后也没有到很重 一般这么大的 我会担心它有点重嘛 嗯 只要你不绑腰带都 就不重 因为它里面可能是因为是那种蚕丝 哦 下一件我也觉得挺好挺好挺可爱的 这是acne studio的 嗯 这个领子特别的大 然后这个就扣是那种 钻的 钻的 对 是这样子的 然后 好像这个衬衫有一阵子还挺流行的 就是把那种衬衫的领子勾出来的这种 衬衫 有线条的这些 嗯 我一般会把它打开了出来 这长度有些些尴尬 这长度 就到这里 到我 膝盖上面一点点 我自己觉得 好像有点尴尬 这个长度 但 料子的话还挺舒服的 但是 桶里它有点闷 我那天穿这件衣服的时候 我又好热 直接去Muji买了个短袖换上 但这个确实厚 对 它挺厚的 它比较挺这样子 你如果带了一点穿 也是可以的 而且这个料子还比较容易皱 我现在发现它好皱啊 还有一双鞋 是我在折扣村买的 这双 Jimmy Chu 嗯 这双拖鞋 它前面 这个钻 搞的是个什么玩意儿 我也是看不明白 是玫瑰花吗 还是什么的 好像是花朵 是玫瑰花吗 对是玫瑰花 我也是整不明白 下面这一圈 都是水钻 嗯 我老觉得它这个水钻 担心这个水钻会掉 然后前面是这种蓝丝绒 嗯 它是丝绒的面料 前面 这双鞋还挺划算的 差不多算下来 加币才400块钱 400多吧 450左右吧 挺便宜的 原价的话好像也不便宜 嗯 嗯 对 折扣村的话 我感觉大家值得买的可能就是迪奥啊 嗯 Celine啊 还有 反正迪奥挺值得买的 我们去了迪奥 但是我没有买 没有买 嗯 为啥呢 因为太沉 我们列不动了 对 然后因为我们就不想买特别多 然后我们就没有 到时候就没有买 然后对 而且你带回来也很麻烦 如果大家如果真的是想要去购物的话 就东西小贴 你不要再东西 就是你 基金你们就直接一件T恤 一条牛仔裤 一双球鞋 你们就直接可以去了 对 然后就可以开始买买买之路了 因为我们俩基本上 就是每天穿出去的衣服 和穿出来的衣服 穿回来的衣服 都有点不太一样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伦敦的天气 有点变化太快 跟不上 要么就是热死 要么就是冻死 对 然后我们就是每天都是 有在换衣服在外面 对 然后就是觉得反正就 这个好像你自己穿过去的衣服 你觉得跟那边气候 真的不太搭配 就是真的穿不怎么上 这样子说 然后就是那边的话 我好像还买了一双框威 就是有彩虹鞋带的那种框威 然后我今天没有带来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大家可能对我的框威 也不怎么感兴趣 但是如果就是你们喜欢这种框威啊 球鞋啊 比如说固定 就是特殊配色类的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伦敦有一家商店叫office 可以自己去看一下里面 就是可能比较 我的时候是在那边买的 这样子 因为日常生活中穿那个球鞋 还比较方便 旅游的时候 对 就旅游 千万不要就是什么 搞那种很fancy的路线 你会后悔的 嗯 然后我们这个比斯特的呢 那个打折村呢 我们是有在那个退税的 然后但是我们是在比斯特 直接退了现金 但是如果你们小伙伴不想直接退现金的话 可以去机场 然后直接退税 一起退 嗯 我觉得挺麻烦的 最后的最后 我们要说一下英国这个退税啊 嗯 就是会有一个乌龙 因为英国的退税 比如说你是在店里退了之后 它有些是要求你要做信用卡担保的 因为它是要那张海关敲张的 tax reform form 嗯 如果你那个form 它最后没收到的话 它还是会从你就是信用卡里面 扣你的那个退税金额的 嗯 我们的问题就是出在最后一步嘛 我们那天到机场以后 其实我们提前很久了 然后我们就顺利的找到了那个tax reform的那个地方 然后我们也是就是很合理的 很合情合理的的退了 然后就是搞了个乌龙嘛 它最后就是没有让我们自己去寄那张tax reform form 就是直接是在里面的人 就是默认 就是说它给你寄 但他们给你寄呢 就是就非常的慢 我们一度怀疑我们那个tax reform form是不是丢了 因为就是有人就是首先这样子的 因为呢 cherry它是没有刷短信的 我是有刷短信 因为我直接说了嘛 我在因为我在巴布人买的时候 是直接当下直接扣了税的 就没有付税的钱 所以它需要 然后所以但是我又留了我电话号码 他直接一直给我 他就给我发短信说 我们一直没有收到那个负 然后呢 后来我在Selfridge买了一些东西 然后又退税嘛 然后去机场退的那种 但是呢 他又给我发短信说 他没有收到我那个cost form 然后其次我们又收到了Dior 那个一部 我们都有买帽子嘛 对 然后Dior那个是收到那个 他那个blue text吗 什么那个 global blue text 然后他们那个 可能是负责人什么的 对 然后给我们写email说 他现在还没有收到我们那个form 然后我当时在想说完了吗 我们这个form是丢了吗 这样 因为其实不退的话 还挺 还挺多 挺多钱的 这样子 然后我想说是丢了吗 我还觉得一年吗 然后我就跟cherry说 我们俩是搞错了吗 怎么怎么样 对 然后我们就一直在回忆说 我们根本从头到尾都没有看到过 就是他就让我们签字嘛 有些form就让我们签字 签到最后 因为我们俩就没有留心眼 其实应该是要拍一下照片 拍一下那个text reform form 上面有那个number 他每张纸上都有number 你应该拍一下 然后拍 再拍一下他敲完张的那一张 但是好死不死 他敲完张的那张 没有给我们看 我们把所有东西给了他 他也没有给我什么东西 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问他 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样吗 然后他就说你们已经all done了 对 然后他给了我一大堆的那个receipt 我问他说我这些receipt还有用吗 我就想说这些receipt 如果没有用 我可能可以就扔掉了吗 然后那个小哥哥就直接跟我说 这些没有用了 如果你想要的话 你可以直接把它就扔掉了 就已经没有用了 反正像我的话 他什么东西都没有给我 所以我想说 对啊 我什么东西没有给我 我能有什么东西要自己寄吗 我该没有吧 然后我们就 然后我们就两脸懵 而且我们那天起的特别早 我在一路就是从出租车一路睡到了那个机场 睡了一多小时 本来觉得很庆幸自己好 我完完整天完睡 然后回来就开始收到email 收到那个message 然后就跟我讲 然后怎么样 然后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搞 然后我就跟他 然后我们就有回 会写邮件啊什么 但是对 但人家最后 最后服务很好 就是你们一定要找那个agent 就是那个global blue的agent 他如果没收到 他应该会主动联系你 然后帮你们找 他们好像里面是有合作的人 对对 然后自己去机场帮你找 就是说你跟他讲 你是哪一天的飞机啊 然后你是在哪个区办里的TG啊 因为Hithero机场就是有很多个行站楼 巴里特有很多 对我们回温哥华的话是在T2 说到那个机场购物这件事情 我再给大家好好说一说 机场购物这件事情呢 比如说因为他所有的东西都是分散的 比如说上email email好像是在T5 T5离T2又特别远 你要搭那个去他们的那个什么train过去 所以说如果你要约那种 像那种叫什么什么shopping personal shopping的话 最好是提前约 然后你如果没有提前约上也没关系 然后你提前三小时到达机场 进去找那个穿紫色衣服的小姐姐 他们就可以帮你安排 因为他是要带你出那个 比如说我们T2的 出安检 出安检的那种 过了安检 然后重新再进 重新进来的时候还要再过一个安检 所以时间要比较充裕这样子 然后 对我不是一直听说说那个 虽然Chanel就是全球统一价嘛 但是还是会有一些许价差 然后我就之前查到就是说 在Hithel的Chanel买的话 就是算上退完税之后的价格 可能会比法国买更便宜嘛 但是我们有这个机会 因为我们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因为我们压根不懂是这么这个操作 所以小伙伴如果想要去的话 好好做一下功率这样子 对是要出安检的 然后主要我们做的功率 也没人告诉我们 这是要出安检的 然后我还问我那个闺蜜嘛 我闺蜜不是在那个伦敦吗 然后我就问她说 我就说这个T2里面怎么没有Chanel 她说应该有应该有 但实际上她可能是记错了 她是在T5有 然后我们T2好像什么都没有嘛 出了个Barbara 对反正就没什么东西买的这样 但不过也正好节约花钱啦 对吧 然后还有就补充一下 如果因为我们是在登机前 那个做退税 她好像你 如果你是在登机后做退税的话 那个里面给你借那个单子比较快 你如果在外面的的话 那单子要你借很久 但是有一个有好也有坏 有一个问题就是 好像是说按照厂里 超过1000欧的单价的那个商品 它是有权利要看的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有很大的可能是要看的 所以说如果你不想带着她上飞机的话 就是要在安检前完成这一步 如果你觉得那样东西 你是可以随身带的 比如说手表啊 珠宝啊 小小箭类的 那你就肯定完全可以进去退 而且进去人没有那么多 对但是我们那天退的时候人也不多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三航站楼的 那个很多东西你买了以后 他21天内要干嘛 你要把那个睡退了的 他们要收到那个单子 对要收到那个单子的 不然就会从你信用卡里面扣钱 对所以反正就很麻烦 大家可以到时候好好住个工地 如果要买东西的话 你们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统一 什么都不要退 全部拿到机场去拿现金退 但是那样子的话就是很保障 你能退到的钱就都是你的 但那样子的话就是退税的比率会比较少 比如说外面退个十二十六 那可能机场就退个十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 大家记得一定要拿英镑 现金的话一定要拿英镑 也不要说退信用卡什么的 因为你信用卡有些人就会反映说 没退到信用卡 收不到钱这样子 到时候你也不知道跟谁去理论嘛 然后就退现金是最保险的 虽然说退的稍微比例可能少几个 少个几个percent吧 然后记得一定要拿英镑 因为我这次呢 拿的是那个加币 他说如果要拿英镑 要去另外一个柜台 确实话当时就已经很累了 没有心思跟他折腾了 而且退的部分又比较少 所以呢我就说那行吧 那就拿加币 结果加币他那个汇率真的是太坑了 算下来就是挺坑的 就不合算 所以大家看一下 要走合算的路线 咱们对不对 是的是的 出国购物嘛 如果主要行程是购物的话 真的你们去Harrods就够了 对 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买什么 嗯 好的 那我们这期购物分享 要到这边就要结束了这样子 因为我还买了很多那种纪念品 我觉得大家应该没有兴趣 看我们的纪念品啊什么的 嗯 还买了什么画啊 对不对 还买了Harrods的小熊啊什么的 对对 还有那个Punting Pendington Pendington的小熊 我还买了好多可爱小熊啊 好的 这个女人疯了 对 好了 忘记跟大家说了 我们之后可能会更新的频率会慢一点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对 因为我们都要开始我们的旅游啊 回国啊这样子 然后我们两个还正好错开 对 因为CC先走 然后走了一个月之后我走 我要走的话我可能要走两个月 对 走两个月的话我也不知道国内那个 因为我上次回国连那个VPN是用我手机发的 因为我电脑上连的那个VPN根本就是发不出去 所以我上次是用手机发的 但是因为VPN特别不稳定啊 一会儿能用一会儿不能用 然后就一直要在找那个可以用的VPN 因为你也知道这种东西我觉得在国内可能是不太合法的 可能是某些软件开发者钻了那个帮子 真的不好用 所以说很不好用 如果大家有那个好用的可以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我们推荐一下 推荐一下 我们分享一下 如果在国内有录一些的话就会给大家就是传上来啊看看啊 对啊 因为我们比较可能开始好吃好喝的路线啦 到时候也会尽量的做几只的好的吗 也不会说是的 也不会说一直都没有 了无音信 那不太可能 对 好吧 对 好 拜拜 拜拜